大家好 他數完我們就說 大家好 大家好,我們是G-Res Pug又越來越多人玩 我們今天很高興可以來到台方 現在香港的Pug職業隊G-Res 大家好 我們繼續來 現在PUB之後又越來越多人玩 大家都知道 有得一個人玩和有得四個人排Skot 你們認為Solo Q 就是一個人玩和四個人玩有什麼分別呢? 隊長 Solo的隨機性大一點 因為你隨時都不知道人家其實在哪裡 其實比較難猜到敵人會在哪裡 Skot其實大家的打法會比較有節奏 有戰術 容易比較知道 知道大家的套路是怎樣打 分別就是在這裡 例如說 可能有沒有Solo 有沒有什麼特別的 我覺得Solo主要是看個人槍法 和地圖的觀 因為其實當 要認知地圖的高低位置 基本上要先看到對方的 一打一的優勢是你看到對方的優勢是大很多的 你們會不會說Solo Q 有時候會主動進攻 但你打Skot的時候 會想是否應該打個人會有這些分別呢? 當然會有 有時候可能 你走前先那個 剛好看到前面有三個 這樣 沒理由 就會叫一隊友過來 一齊開槍 那Solo當然不一樣 你看到可以馬上開槍 就不需要考慮 那就 PG手機版 出了都一段時間 那你們四位選手 都有玩過手機版 是嗎? 那你們認為手機版 有什麼特別的技巧 就是 很多人都不懂手機版 那我自己玩過手機版的心得差 一定要有異議 一定要聽聲 真的 我覺得 還有 我覺得是 雖然好像有那些食器 但我沒有無理的 我覺得最主要是你的手 那個協調和靈活性 就是你 你踏到一個敵人道 將一個準心 然後你開鏡 開槍 怎樣壓場 我覺得最重要是練到手指的靈活 那個協調性 而且最重要是真的戴耳機的聽聲 聽聲是非常重要 就是聽聲的部分 可能你右邊有個人賣來 你就要知道他在右邊哪一個方位 我覺得 基本上最重要的是聽聲 還有手指的靈活性 那電腦版PG 上個禮拜 是不是上個禮拜 改了版 我沒記錯了 上個禮拜再請 有些槍枝平衡 有些壓把 5.56槍 7.62槍 都有些大更改 環境不同了 那你們現在覺得 每個人就說 一支你們現在覺得 這個版本比較厲害 或者好用一點的槍 每個人都知道 我就認為是UMP 衝鋼槍這把 之前是極少人用的 但現在 可能他因為改到 越來越真實 衝鋼槍 我覺得是 他比以前厲害 很多的後座力 大大減低 然後甚至 那個 那個是好用了很多 我會選擇 我會選擇 D-P28 因為改版之後 所有槍的後座力 現在都挺大 在一個沒有配件的情況下 D-P28 其實穩定性也挺高 而且傷害力也挺高 我會用AK 因為AK改版之後 他本身的傷害也挺高 而且他沒有以前 因為其他槍 飄了 飄了 所以令到AK 對 感覺上是沒那麼飄 所以我會選擇AK 我會選擇AK M4 雖然到現在改版 M4比之前 差很遠 但其實現在練了 一個多兩個星期 我上來之後 玩得多 同一把槍 練習手感 彈道 其實都是沒問題的 所以我都是選擇 繼續堅持AK M4 可能可以讓玩家參考一下 你們有沒有練習方式 可以讓人學習 可能對著用場 射槍 或者聽子彈聲 你會建議我嗎 我覺得 我覺得 那個建議是 對場練習射都不是 我都會這樣做 但我覺得最有效 提升自己的槍法和反應 就一定是 去打街場的Solo 你當時練Solo 你跳一些 跳生意 怎麼去P成這場 有玩都知道 你要跳下去 不斷去找人殺 可能 就要殺一個城出來 可能這次殺不完 就下次再跳 直到你殺一個城 走出來 你會覺得自己進步了 然後就 不斷去練 一些近距離的反應 可能見到 你會馬上跟他 一打一 就是你告訴自己 你一定要贏 你對槍不能輸 就不斷提升自己的槍法 然後 打完Solo 你又可以試試 一打二 一打四 對 我對 我也有教我 就是 你一打四 你一個面對四個的時候 你不可能跟人 硬碰硬 就是一定四十多彈 你掃死了四個 是不可能的 你要殺人一個 你要走位 不斷玩一些空位 他猜不到的地方 可能殺人一隻 偷一隻 再走第二邊 就是要不斷去 去打街場 去挑戰自己 去練槍法 和觀念 和走位和反應 最重要是 一定要打Solo 去練習 對 好了 我們這次訪問 大概來到這裡 我們很感謝G-Res 為我們分享了 玩匹姐的技巧 也祝他們 之後打比賽 拿冠軍 謝謝G-Res 謝謝 謝謝